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,在即将于11月29日举行的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足球比赛中,他认为没有任何特别的地缘政治方面,布林肯说, 我很期待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比赛,我会为我们的美国队加油,我会在今晚晚些时候观看比赛。外交对手美国和伊朗将于周二在世界杯的球场上对峙,一些伊朗人担心可能会进一步与体育场安全发生冲突,或者与支持政府的球迷在国内的激烈抗议活动中发生冲突。 据官方媒体报道,在比赛前,为了表示团结,美国足协暂时展示了没有伊斯兰共和国标志的伊朗国旗,导致德黑兰向国际足联投诉,卡塔尔与华盛顿有着牢固的关系,与德黑兰有着友好的关系, 他已举办世界杯,加强伊朗比赛的安全,以及禁止一些被认为具有煽动性的物品,如伊朗革命前的旗帜,来赢得声誉。 自那时以来,美国与伊朗的关系特别紧张,前总统特朗普放弃了德黑兰与世界大国的核协议,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,挽救该协议的努力陷入停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